据中国地震局网站的消息 截止到24号的14点30分 四川省雅安庐山4207级强烈地震 共计造成196人死亡 失踪21人 11470人受伤 受灾人口199万2894人 住房倒塌的有14万多间 严重受损的是36万多间 另外还有622座水库 208座水电站受损 有学者分析 这场大灾难 与时任四川省委书记周永康 大搞西部大开发 兴建水库有关 一起来看看下面的报道 关于雅安地震的原因 目前专家学者的看法不一 对于庐山周围水库和大型水电站集中 是否是诱发地震的原因 四川省地矿局区域地质调查队 工程师范晓向媒体表示 不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 而2008年汶川地震以来 地质专家研究发现 紫瓶铺水库与汶川地震 有着密切的关系 范晓表示 据他勘测 这次亚安地震是2008年 汶川地震的渔震 而非独立的地震 旅居德国的中国环境 国土问题专家王维洛博士 日前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 这次地震 从他的判断来看 可以确定和四川的水库建设 肯定有关系 王维洛从八十年代末期 开始关注中国三峡水库 及周边地区的水库建设 以及环境问题 还出版多本专注 在此之前 他认为 汶川地震是由紫瓶铺水库 首先引发的水库地震 然后又发下面一次的大地震 紫瓶铺水库大坝工程 2001年3月开工 是时任四川省委书记周永康 在西部大开发的第一个水库 据官方报道 大坝工程共耗资72亿人民币 王维洛指出 当时中国有一个 西部大开发的口号和运动 西部大开发首要的工程 就是水电开发 据大陆官媒报道 目前在庐山地震镇中 方圆百公里范围内 水库和水电站超过了100个 王维洛表示 无论是汶川地震 周曲的泥石流灾难 都是由这些水利工程所引发 就连玉树的地震 也是和它旁边的水库 有紧密关系 水库诱发地震的可能性 是非常大的 这是因为当地的地质结构 使得当地的地震力 有很大的不稳定性 由于建设水库呢 改变了这个力的平衡 尤其是这个水库 在蓄水的过程之中 水体的重量 促使当地的这种 硬力的平衡呢 打破了 北京环保学者张俊峰还表示 这里是地震活跃带 水库的建设和水库的运转过程 促使了地震 在不应该发生的时间点爆发了 其实紫瓶铺水库 打破工程上马之前 原中国水电科学研究院的陈时 就在杂志上发表文章 提出反对意见 四川省地震局的高级工程师 李友才和四川地震局 物碳大队曹树宁高级工程师 就曾撰写了 紫瓶铺水库枢纽工程 基本列读的文章 他们通过水库所在地区的地震地质 构造 深布地球物理 历史上的地震等 进行深入研究 对在龙门山锻炼带上 建造紫瓶铺水库大坝 提出坚决的反对意见 李友才和曹树宁认为 紫瓶铺水库大坝工程 将是一个潜在威胁成都平原 数千万人的危险工程 当时周永康还在多地 力推水利建设 另外张俊峰表示 四川地处贡嘎山脉 它是印度板块和亚洲板块碰撞形成的 印度板块和亚洲板块 在持续的相互运动过程中 产生的作用力 就集中体现在贡嘎山脉上 包括汶川 庐山等地区的地震 泥石流 山铁滑坡等地质灾害就会多发 在这种多发频发的地质状况之下 人们应该远离这样的地方 这样的地区去生活 如果在这些地区去生活 去做一些其他的活动的话 势必会因为地质灾害的影响 而造成很大的损失 张俊峰认为 水库还改变了当地地质的变化规律 使得人们对灾害的预防能力 也大大减弱 王维洛指出 亚安地震再次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在经济开发的时候 不注意这些问题 这类灾害是不会断的 只能越来越严重